終於上來了 掛著開心笑容的黃子嬌 帶著貓頭鷹寶寶一起上台 為國民法官活動站台 而身旁兩隻貓頭鷹吉祥物 更是首次合體兩項 而黃子嬌作為首位 開箱台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的第一人 也在台上分享了參觀心得 這也就是我們過往沒有想過的 竟然有機會進入所謂的地方法院 然後保慶園區 然後變成教育園區 大家可以進去拍拍照 看看那些樹 建築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台灣司法界 很大的一個進化跟改變 人民的觀點 國民法官司英治 將在明年一月一號上錄 而在正式上錄前 全國法院積極籌備了八場模擬法庭 超過兩百位的素人參與 就是希望讓司法更貼近人民的觀點 不再讓法庭被視為法官的一言堂 我們有高素質的國民 高素質的法官 檢察官 我們對於國民法官 這個劃實在的一個制度 我們是有充分的信心 藉由我們的民眾到法庭來參與 知道司法程序到底是怎麼回事 跟大家所想像的是不是有落差 你知道以後你才能夠相信 所以我們希望說 藉由這個國民法官制度的推動 提升我們的司法的信賴和支持 藉由理解認識 提升人民司法參與 國民法官制度成為台灣司法界重大里程碑 期盼透過公開透明全民參與 讓多元聲音進入法院 深化刑事訴訟法制度 做出符合普世價值的合理判決 小禮卿網網綜合報導